大家好,我是Ocean Show 今天要为各位讲解的是 Vitcher Studio2010 诚诗码管理PART2 TING FAN RANING SERVER2010 进阶安装 今天主要介绍的一个安装方式为 多部伺服器安装 那彼此我首先会从整个一个安装的一个系统架构讲起 到详细的一个安装步骤 最后是结语 多部伺服器安装主要是适用于大型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会将 TING FAN RANING SERVER的所有功能 分散部署在多部伺服器 以及 以使他能够服务更多的一个使用者 那如果要达到使用这样的一个安装方式 网域则为必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伺服器都必须 都必须部署在我们的网域里面 整个安装的一个系统架构图主要会包含4台伺服器 第一个是网域伺服器 就是说我们会透过他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认证以及 授权 那第二个是 资料库伺服器 用于安装我们的 SQL SERVER 2008 第三个是SharePoint伺服器 用于安装我们的 SharePoint SERVER 2007 最后是 TING FAN RANING SERVER伺服器 用来安装我们的TING FAN RANING SERVER 2010 那整个会在于我们的一个 LM DOMAIN这个网域里面 所需要的一个安装账号主要有三个 第1个是Administrator 这个账号主要是用于安装 TING FAN RANING SERVER 第2个是 TFS SERVICE 这个账号是用于 我们的一个 TING FAN RANING SERVER的 服务账户 那最后TFS REPORT 这个用于读取我们 TING FAN RANING SERVER的 报表 那整个安装的步骤 会包含三大部分 第1个部分是安装 资料库 第2个部分是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第3个部分是安装 TING FAN RANING SERVER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SQL SERVER的安装部分 那首先在安装之前我们必须要将 SQL SERVER所使用到的 Pool 把它进行 防火墙的一个开启 那首先我们进来 具有进阶安全性的Windows防火墙 然后请选择输入规则 然后按 新增规则 那我们选择连接部 下一步 TCP 然后输入 1433 然后允许 该连线 然后在所有的 网路我们都 套用此规则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叫 SQL Engine 按完成 然后 然后 以此程序 将 SQL SERVER所有需要的Pool 都进行开启 以及 80Pool 然后请 请自 控制台 Windows防火墙 然后允许程式通过Windows防火墙 然后请开启 Windows Management 将这个程序 进行开启 将这个程序也进行开启 接着进行SQL SERVER 2008R2的安装 然后请置入SQL SERVER光碟 OK 接下来来到SQL SERVER安装中心 请选择安装 新的安装或将功能加入 现有安装 接下来会进行安装程式支援规则 完成后按确定 接受首选条款按下一步 按安装 来到安装程式支援规则画面 如果全部条件通过 则按下一步 选择SQL SERVER功能安装 选择SQL SERVER功能安装 按下一步 请勾选 Database Engine Service 全文检索 Analysis Service Reporting Service 用户端工具连接性 管理工具 然后按下一步 再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到了伺服器主态页面 请按所有SQL SERVER服务 接使用相同的账户 然后请选择 Network Service 按确定 然后请将所有的启动列行 接改为自动 然后按下一步 到了资料库引擎主态页面 请按加入目前使用者 然后按下一步 到了 Analysis Service 主态页面 也同样按 加入目前使用者 然后按下一步 直接按下一步 直接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到此开始进行 正式的安装动作 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以下方面 然后按关闭 接下来请开启 SQL SERVER 2008R2 主态工具之 主态管理员 请选择SQL SERVER服务 确认所有的服务都是 正在执行的状态 并将所有的启动模式都改为自动 然后切换至SQL SERVER 网路主态 之通讯决定 将TCPIP的通讯协定 设定为启用 然后请重新开机 然后请重新开机 完成了资料库的安装部分 接下来请切换至 SPSSVR SERVER 来进行 SharePoint SERVER2007的安装部分 首先请将 17012及80POR 两个在防火墙那边进行开启 然后切换 开启 伺服器管理员 功能 按新增功能 勾选单内 framework 3.0 进行安装 安装成功后会出现以下方面 然后按关闭 安装完成后 接下来请置入 SharePoint SERVER2007安装光碟 进行启动 进行启动 到了软体授权合约 请勾选接受 按继续 到了选择安装类型 请选择进阶 然后请选择 完整 然后按 立即安装 安装成功后 请按关闭进入设定 进入画面 按下一步 按4 然后请选择for我要建立新的伺服器阵列 按下一步 资料库伺服器请输入 DVSVR 使用者名称输入 LNDOMAIN TFS SERVICE 然后按下一步 勾选指定 连接部号码 然后输入 17 012 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进行设定